各位朋友大家好 本次我们要讲的故事是 连续脑出血 重症脑软化 治愈奇迹 该故事发生在黄女士家 由白云先生记录 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以黄女士第一人称来讲 民国56年8月19日 我带次女毕霞赴台北石建家砖报道 顺便探亲处理要事 预定至9月5日才能折返台东 不料在9月1日晚12点半突接电报 告已赴病危速回 月后魂飞魄散 甚至呼吸也觉得困难 后来躺在床上一直默念 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 并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父 到了凌晨2点 又接到第二封电报 这时我已经没有勇气再来看了 还是弟弟先拆开来看 然后告诉我说 姿姿放心了 已叫好点了 真谢谢灵感的观音菩萨 这时我女儿也说 妈 我始终没睡 一直默念观音菩萨 到了第二天晚上八点左右 又接一封现实信 方知我父患的是脑移血症 断了右脑的一条脑筋 原想早几日回台东 有一些琐事未办妥 因此 延至9月5日 才乘八点半 对号快车南下 到达台东已是晚上八点左右 一抵家门 即奔往妇房 看到他老人家病得如此严重 只令我悲痛万分 六七日还是昏迷不醒 每天请医生打两次针 至八日偶尔清醒 在床上翻来覆去 显得更痛苦 九十日仍不醒人事 医生说可能又脑出血了 这两天连小便也不排泄 肚子胀得厉害 至晚上还不能排泄 医生便给他通小便 并发现他右脚踝的关节上 生了一窗 虽然立即为之俯药 但是隔了一日 窗口更扩大好几倍 又肿又烂流着血水 而且大小便仍不能排泄 这时我们着急万分 可是没有其他办法 只有一心一意 祈求佛菩萨保佑 这时有一位朋友告诉我 他有一种专制脑衣学的 特效注射液 一瓶三百八十元 急请医生打了两针 但是仍不能清醒 因此不得不另请别的医生了 并且全家人摘戒一星期 据说罗内科医师 对此病很有把握 曾有多人是他医好的 于是请了罗医师 他很仔细地先治疗窗口 把烂的臭肉剪掉 周围差不多有七公分左右 身躍二公分 全被剪了 在旁的我们真不仁目睹 在医师与家人的照顾下 十三日的病情跟八日一样 偶尔清醒 十四十五两日又是昏睡 身体也衰弱极了 只剩下皮包骨头 全身都不能动弹 当时医师也觉得束手无策了 婆婆曾偷偷地去抽签问补 结果说 父亲的寿命只有六十七岁 现已超时 这次很难逃脱 我想 父亲如果真的就这样离开人世 到底会往哪里去呢 能不能往西方极乐世界呢 他平时爱下棋 很少念佛 能不能再保持人生 要保持人生 也要严守五戒 如果失去人生 要等待何事才能再做人 只有做人才能听闻佛法 依法修持 解决生死问题 这时我心里非常着急 难过 一心祈求佛菩萨 大慈大悲 能给父亲天寿 天福 并许了一些小愿 并做了 十六日连开水也吞不下 整天打烟 听说这是很不好的现象 看来已无希望了 只好立刻给他理发 擦拭身体 并且请联友们来助念 到了晚上医生再来打针 通了小便又服药 并说 他老人家已没希望了 脑已经软化 一次出血还可救 二次三次出血 脑吸收不了血 反而被浸在血中 因此脑就会被软化 医生走后 大约八点过后 看情形有点不对劲 呼吸也很困难 我们即刻给他穿上兽衣 挤鞋袜 并盖上陀罗尼背 福一致庭前 然后在他面前布置佛像 全家人站在他身边 一心念佛 并祈求阿弥陀佛 慈悲接引 往生西方极乐国土 当时奇怪得很 连平常不肯念佛的人 也跟着念起来了 大家都预测 父亲的嗜寿 绝不会延到十二点的 到了十点左右 呼吸和脉搏非常微弱 我在他耳旁告诉他 一定要等佛菩萨来接引 并每隔十分钟 在他老人家耳旁提醒一次 奇怪得很 到了十二点 他的左手会蠕动了 一会儿 左脚也会动了 十二点多 眼睛也会睁开 凌晨二点多 左手很自然地把瘦帽脱下来 直至凌晨 约六点钟 一见好转 眼神已现光彩 我们即刻把他抱进房间 继续念佛 日夜不断地念 白天有法师和莲友帮忙 晚上由我们自己轮班 至十七十八两日 已能吞一点牛奶 真奇怪 十九日 小便也能排泄 从此 也再没有请医生了 二十日 我又在佛前 祈求伟大的佛菩萨慈悲 救我父亲 使他老人家 赶快清除业障 并且又许了一点小院 奇怪 真奇怪 从这天晚上开始 已能吃点稀饭了 我们继续在旁念佛 并劝他 也要默念圣号 祈请 佛陀庇佑 早日康复 十三日 精神 已好多了 但大小便还不能控制 天气又转冷了 我身怕他受凉感冒 于是 只有再祈求观世音菩萨了 并念大杯咒水 喝了大杯咒水之后 真是奇迹 到了第二天 竟会自己拿着小便器使用 并且饭量也很正常 经过二三天后 已不需人扶持 他老人家 自己已能坐起来 至十月十日 精神更好 且能谈几句话 十月二十日 二十二日 能一丈走几步 十月三十日 即七丈自行 十一月二十日 麻木的右手 已能拿着筷子吃饭 当他病得严重时 全身一点也没法动弹 受得不忍 促堵 人人看了 人人摇头 并说 可能再等时间 中西医也都断定 没有希望了 可是经过大家 住念后 已从死里逃生 不要而育 而且恢复得那么快 这真是不可思议 真是佛法无边 邻居或朋友常问我 您父亲吃的什么药 会好得如此快 我就对他们说 是佛菩萨保佑 甚至从头至尾 把事实经过 说给他们听 凡是听到我说的人 无不成为奇迹 其实这不是奇迹 而是一个事实 下面的话 是白云先生所记录的 当陈皇邻居士 把这一个事实告诉我之后 成他老人家嘱咐 希望我调查人物 地点 事实 然后做个 正此事实之见证者 并希望与文后 以长者身份 写几句话 以资佐证 说来惭愧 我学佛至今 虽然已经四十七个年头了 而事实上不学无术 既无德也无能 如何能以长者自居呢 不过台东佛教 连世连友 黄玉女居士 所发生的此一事实 有目共读者 不下百识人 而此次 我与连世广街法园 讲道时 不少连友 不约而同地 为我说出此事实 那就是佛法无边 不可思议 大德们 我在此声明 我不是个 修持净土法门的行者 而是个 苦修禅河道地的 宗夏行者 没有替别人宣传的必要 但是 这是个事实 有所见闻者 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我也是见闻者之一 故 陈居士嘱咐我时 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而且 在不忘于戒之前 我真实地说一句 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 末了 愿诸位大德们 同念阿弥陀佛 白云 与台东 形化途中 黄林案 黄玉女居士 台东人 是历任 历家 丰田 悲南 现任瑞源国校校长 王天丁夫人 现任 复兴国校教员 此文刊登于57年 1月21日 爵士寻刊 3857 好了 本次的故事 就讲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 敬请点赞 订阅 打赏 感谢大家 再见